最近一名內地女生在社交平台上 大賺在香港戲院觀影體驗比深圳好多 即使交通費連戲票價價貴2-3倍 都願意繼續來看戲 更提出了4點 1. 不踢椅背 2. 不玩手機 3. 家長不會任由小孩吵鬧 4. 觀眾不會全程談劇情 劉主提到自己算是倒霉體質 在深圳看戲10次 大概有8-9次都會被踢椅背 附近的觀眾玩手機、穿螢幕等等 鐵文發布後有內地網民表示認同 不過都有網民提到 香港其實都有以上無品的觀眾 只不過大多觀眾都比較守規矩 遇到不守規矩的情況下更感言 會直接開聲提醒而已